朝鲜劳动党6号举行第八届中央军事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 领导人金正恩 军方官员等出席 朝中社报道指 会议深入讨论了2023年度主要军事政治任务 和军队建设方向的前景问题 并研究讨论了多项任务 包括从根本上改进和加强军事工作的机构编制 针对当前形势不断扩大加强人民军作战战斗训练 更加严格完善战争准备态势 根据现实发展要求 重新修改军队内务条例中的一些条款等 并通过了相关决定 韩联社指出 这是朝鲜自去年6月21号以来 时隔7个多月再次举行中央军事委员会会议 也是金正恩时隔36天公开露面 并分析称 金正恩亲自主持中央军事委员会 并强调做好战争准备 意在阐明 缜密了解半岛局势 充分应对韩美联合军演的意志 另外 美国卫星数据公司星球实验室 5号拍摄到的卫星图像显示 平壤金日成广场上摆出了75和2.8 两个巨大的数字造型 且数字2.8形成了五角星的形状 朝鲜新闻网分析指 数字75代表人民军建军75周年 2.8则代表2月8号建军节 同时 图片上方有两处发射烟火的平台延伸至河流中 据此推测 朝鲜很可能在筹备建军节的阅兵室 并安排成百上千名群众 手举道具拼出对形图案 排练团体操 凤凤卫视综合报道